如果你要得到一些东西 你得要放手一些东西 但是我为了要拼命地赚钱去 到女演员追高峰的话 我就没有那么可爱的那三个儿子 看着他们讲的比接什么工作 我觉得比更重要 张伯之敌三个孩子的生父究竟是谁 大概已经成了娱乐圈的一个未解之谜了 很多人猜测是谢霆锋 但是又觉得他们分分合合的时间节点对不上 说起张伯之和谢霆锋 他们曾经那段轰轰烈烈的风之恋 时至今日依旧是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 他们俩和王菲的这段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也是让很多人摸不着头脑 但是现在张伯之并没有所谓的埋怨 对他来说有孩子就足矣 看到孩子健康成长的张伯之 深刻感触就是比接什么工作更重要 我们年轻的时候确实需要 可能年轻一点的伴侣啊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我们需求是一个安全感 如果我自己本人觉得安全感有的时候 那个浪漫同等的就越来越浪漫 我们能看到曾经的新女郎 那个勇于追求自己幸福的女孩 如今为人父母的身份也让她成熟了不少 在当年和谢霆锋离婚后 张伯之独自抚养两个孩子 便工作还便抚养两个孩子 无疑是很有压力的 但直到第三个孩子的出生 媒体报道便开始疯狂寻找蛛丝马迹 想一探究竟这个孩子的出世 但是张伯之却闭口只字不提 在采访时张伯之也坦言了自己 为何执意要生第三胎 在他首次在节目中说出真相 张伯之很害怕孩子长大后会离他而去 但张伯之知道如果孩子长大的话想要挣脱束缚 自己也不会去阻止他 所以他在失落之余 如果可以的话他想要继续生下去 或许这就是作为妈妈才能懂的感受吧 每个妈妈肯定希望有孩子陪在身边 但是毕竟孩子也会长大 也会组建自己的家庭 可以看出离婚后的张伯之极度缺乏安全感 网友表示太心酸了 即使三个孩子在生活中没有父爱的熏陶 但是张伯之却能带给孩子足够的爱 在孩子的教育方面也丝毫不敢含糊 张伯之真的是一个称职的好妈妈 即使遍体鳞伤 但是在孩子面前确实依旧伟大 孩子们也支持张伯之的新感情生活 不能吃苦的演员就不是一个演员 那我不敢高高低低都二十年了 我还是在那个圈不停在奋斗 对然后也不停地一个一个梦想去完整 所以我结婚我离婚 那个不是我没有答应一回事 因为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当妈妈 她说她最大的梦想是当一名妈妈 离婚也好结婚也罢 在她看来都没有孩子重要 所以在新恋情到来之前 她对另一半的要求也是有一定标准的 她希望对方能给到足够的安全感 这可能对二十岁的她是不需要的 但是对四十岁之际的她来说 有了安全感之后 浪漫就会变得更加浪漫 年轻时候所受的伤害似乎已经成为她对世界的防备盔甲 也对在她事业上升其实就被爆出了丑闻 已然成为自己人生轨迹的一个污点了 但是她也没办法 只能全盘接收 如今她能凭借乘风破浪的姐姐成功翻盘逆转人生 不得不说张博之还依然饱到未老 她仍然兢兢业业在事业上奋斗 但是即使家庭事业两头跑 她的容貌依旧还有什么改变 还是那么让人心动 希望张博之在中年时期能找到一个真正 爱她真正能给她带来安全感的男生吧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